这个礼拜 柯文哲非常的感动 他到了钢山 没有想到居然是人山人海 他们怎么宣称 他们宣称说有五万人 他们宣称说一眼望去 你看不到的镜头 你看到的都是骑海飘扬 而且整个群众 情趣的非常的一个激昂 连柯文哲都讲 我如果没有到了新竹 我没有到了钢山 我没有在机场的造势活动 我都相信说 我现在的民调是老三了 但问题是 为什么现在柯文哲 他真的已经可以发动 他的陆军了吗 他在机场上面 真的有这么强的支持者 在支持着柯文哲吗 现在为什么 他的感受跟民调之间 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呢 因为根据每一道电视报民调 今天最新的数字 上次我刚刚讲 他最高企业快突破20% 19% 17% 现在只剩下16.3% 柯文哲还会直接的掉下去吗 还有现在在新竹的那块农地 对他的伤害还没有停止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 外面的大方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树 宋雄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 中文长 胡志强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门点 赞和之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深门点 林一芙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门点 张宇轩 大家好 好 首 我们要看到 在高雄 对 刚三 那个根本不是民进党 鞭长可以碰到的地方 阿伯去了 人就死 五万人 这样吧 不但是五万人 齐海飘扬 看不到镜头 宝杰 你看到这个画面来说的话 这个岗山这个地方 完全被人潮起爆 那他们号称说有数万人 有五万人之多 五万 但是有人说 不论如何来说 一定有一万人 那人山人海的状况 人家就说 这个柯文哲不是吹不出陆军吗 他给你看 我的陆军有多强大 那个也不可怕 宝杰 柯文哲都讲 要不是这市场 人数这么多 我都相信 我是柯老三了 对 没错 柯文哲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相当的开心 他就说 媒体现在要操作什么 就是民调第三 要操作这个气宝 他说要不是说 我最近在台南 桃园 新竹 还有高雄 肇事人这么多的话 我都相信媒体 操作的这个模式 所以可见来说 你看 他现在对自己很有信心 这么多人潮出来 他认为说 我觉得不是 这个里面 大家都说的这个老三 他甚至还说 我就是老二了 我还直逼第一 进入所谓 这个所谓 物插饭围之内 宝姐 他讲的这样子 信心喊话 他在想说 我没便当 没邮车车 我们要走路口 他没有便当 没有游览车 没有这个 没有人 他都还 他说他还问人家说 这个人是对来的 所以显见他觉得 这个人都是自动自发 为我而来的 好 但是人这么多 我们的确看 人的确是不少 可是问题是呢 刚刚我们最新一波的 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 这个民调里面来说话 他反而还在往下 他还又掉了 对 原本要 一度要突破20% 但是可能最近呢 因为这个农地的问题 虽然人很多 但农地的问题呢 流失了非常大量的 他原本的选民 就目前为止 民调还继续再往下掉 好的 刚刚讲的 刚刚这些看起来 当然人生人害 在刚才刚讲 昊城就果斑 看不到镜头 可是刚刚讲 如果你来看到区域来讲 台北照讲 应该是本命派 他当过八年 台北市长 可是他现在 在台北的支持度 宣指下个位数了 对 没错 或许呢 他目前为止在钢山的支持率 搞不好都比在台北 还要更高 这不是我说的 为什么 我们看美丽岛电子票 从84 95 96 三波 我们都说过去 他是台北市长 本命区 所以你看台北市 应该民调会比较高 我们看84 94轮的时候是 台北市是19.7 再来掉到14.7 再来掉到8.6 最新只要8.6 对 一路往下掉 刚刚我们讲 你看高频他要14.2 所以搞不好 真的在高频的地区 他在高频比台北还高 还要高一点点 所以搞不好高雄的人 真的人比较多 那再来我们看 20到29 所以他年轻的族群 30 31 现在掉到27 另外包括说 像大学 大学以上的学历 从27.8 27.7 掉到24.6 所以显现 他的三个基础 就是北部的这个知识 知识栏 知识族群来说话 还有年轻族群 目前正处在一个 风解的这个状态之中 而且你提到说 现在其实有一个趋势 对民众党非常不利 也就是当我们现在 一直放眼说 我们一天到晚 在看到总统大选的时候 一直看到赖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 三雄在对抓 捉对自杀的时候 你说没有 其实现在台湾 真正进到割后战 真正进到非常激烈的 真的有办法拼命的 把人叫出来的 其实是立委 现在你会发现 各个媒体 各个主要政治政府 在政治记者 在关心的都是 谁可以拿下 这个立委的最高席次 而且刚刚讲的 特别是 这一次的决战中台湾 如果中台湾可以翻转的话 对整个政治形势 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来看 事实上目前为止 总统大选的这个民调 两个这个蓝绿阵影 进入所谓误差范围之内 而且那 为什么这个目前为止 立委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说 这次的立委不像上一届 有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旋风 所以他可以 这个秋风扫落叶 现在这次立委 这次选情相对比较冷 保险相对比较冷的时候 拼什么 拼基本盘 拼动员盘 那地方上的最大装脚 当然县市长是一个 另外就是立委 你只要把立委的票 吹出来的话 立委出来 我搞不好 就顺便投给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对民进党来说 他们担心什么 你看目前北北基讨 他们所有的这个立委 都很告急 民进党北北基讨 全部告急 然后中张头这个地方 是陷入一个所谓的 激战的这个状况 高品甚至还有 部分的席次会丢 特别是他们目前为止 把目光交点放在台中 台中有拔席 目前民进党的评估是 三席稳的 那三席很危险 两席没救 所以也就是说 假设民进党 在这一次的这个范围里面 在台中掉了很多席的话 他们国会大概很大几率 是不可能会过半的一个局势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的政治生态非常有趣 我们的台湾政治生态 基本上是北蓝 蓝绿 可是中间只有一个人 打破这样的一个魔咒 那就是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在两次总统大选 她在台北 双北两个地区 都是大幅的赢过对手 可是结构其实没有改变的 好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决战中台湾 中台湾这次干扰的卢秀燕 在这个礼拜六 就展现他的实力 没错 六万人 对 礼拜六这个 在高铁那边的这个造势 哇 真的很多人 很多人都从 我还经过高铁 所以我从这个高铁上面看过 这个他这个地方 人真的还蛮多的 真的多吗 好 那再来我们就讲 为什么中台湾很重要 我们都说 刚才宝洁讲 北蓝 南绿 过去得中台湾者 折天下 比如说现在为止来说话 如果你立委的选情 把他撑得很高 我的这个 我的阵营的立委选情很好 我有可能在总统票 我也会优胜 所以你说现在在全台湾 最紧张的地区 对 就是中张同了 对 没错 依据目前为止 民进党内部的评估里面来说话 立委 何欣存现任的 还有蔡其昌 还有张廖万坚 算是比较稳的 另外有三席 包括庄靖城跟黄建豪 还有林静宇跟颜宽衡 还有江兆国跟这个罗廷伟 三席可能是陷入所谓 比较激战一败一败的这个状况 另外这个杨琼英这一席 大概是拼不了 那江启成这一席 大概也拼不了 所以目前为止 民进党再怎么算 三席一文 可是问题是最近 张廖万坚也陷入一个苦战 张廖也陷入苦战 所以现在为止 对民进党来讲话 台中这个战局 恐怕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 我们没有感觉到 对 庄靖城 黄建豪 林静宜 颜宽衡 江兆国 罗廷伟 是进入歌喉战 对 这次来说 为什么进入歌喉战 颜宽衡这次如果台海落选的话 他们颜加在这个地方 就没有 所以这卯足权力 这个庄靖城这一区 是卢秀燕的本命区 他这次一定要把他拿回来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卢秀燕就是这一区 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所以他就一定要把他拱回来 所以你看他一直卯足了权力 展现他的这个母亲效应 另外在彰化 彰化目前为止来说 比较稳的是陈树月 还有这个黄秀芳 另外两席来说话 包括陈秀宝跟这个阮后爵 然后吴英领跟谢一峰目前为止 大概可能几率比较低 不过目前为止来说 也是陷入一个苦战的这个局面 那至于说 这个南投 南投大家最重视的 就是蔡培会这一期 因为邮昊追逐出来的话 来势汹汹 因为这一次呢 等于是说他们又 卯足圈团结起来 要把这一席抢回来 因为这一席 也是许舒华的本命圈 对 所以就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其实整个立委局势 以中张头这一代的局势来说 对民进党来说 是相对比较不利 因为这个地方来说 中张头都有 国民党的大汗 就是县长在那边哗 然后又有很多趋势 这一次势必要拿回来 董事长 你看人家 柯文哲在岗山那么多人 哗过五万人看不到镜头 而且每个人情绪如此高昂 他说柯文哲讲 我要不是在新竹 在这个所谓的台南 在这个高雄 在这个街地方 我还真的以为说 你们民调是对的 柯文哲上个礼拜一样 他不是在台南 人家桃园都搞了一下吗 结果民调还是掉下来了 你觉得他民调还是掉吗 民调不可能 这一波宫顶 我在礼拜五就跟你讲过 因为宫顶失败 柯文哲他不管他怎么 怎么闹 怎么吵 怎么搞 但是他这个新竹的土地 变致命伤了 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今天把他成本掉出来 我们看开花了 成本掉出来了嘛 成本掉出来 你看成本上面写得很清楚嘛 在成本的 你掉他的成本 不是 成本的最上角 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农地农用嘛 对 看到没有 他用农用地嘛 对不对 这边纸用地类别农牧用地 农牧用地嘛 农牧用地 然后你看看他的登记日期是 民国九十七年九月二十二号嘛 那民国九十七年九月二十二号的时候呢 他移转土地供一笔 他还缴着增值税 每平方公尺缴三千七百块增值税 为什么这个数字我特别拿出来讲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的农地转移是不要缴税的 农地不要缴税 为什么缴增值税 对 为什么要缴税 第一个 因为他前面有收入嘛 那农地有收入了 那怎么会有收入呢 因为他在买得这块土地的时候 上面已经盖了水泥了 对不对 所以盖了水泥的时候 我跟你讲 挺简单的 你买过土地没 如果你买过土地 你就有印象 一定要土地代仕 要现刊 他要测量嘛 他量好土地面积交给你 对不对 他交的时候发现 这个规定是农木用地啊 特种农木用地啊 这不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我不能转移啊 因为我怎么测量 农木 这怎么变成一个水泥地啊 规定 刨掉 在当时九十七年购买 取得这个土地的当下 就犯法 土地就不能过户啊 那他怎么过户了 所以说偷鸡摸狗嘛 当年就偷鸡摸狗啊 你到底说要告人家 你在当年在台大当医生 买这块地址的时候就违法了嘛 因为农木用地不能够过户嘛 就要跑掉 不然的话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嘛 对不对 农木用地 那我请问你九十七年 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一次 那是放水嘛 当年的新竹市政府的相关土地单位 我放水 就放水给柯文哲 这个购买人上面写的柯文哲名字 你们看柯文哲 柯叉叉 他把那个信号取掉 你们看他取的人是谁 他有台北市的一个 他有一个警华礼 他有一个地址 我们这个摆明 我根据这个查出来就是他 第一个就是他违规取得这个 违规取得之后他怎么办呢 他更离谱了 他画格子 他就跟你搞停车用地 他明知为 购买就明知违法 对不对 然后他再继续在违法 违法完了以后 现在被抓到了以后 他今天有讲 我买来的时候 那个上面已经铺水泥了 对 那个时候就讲了有道理 是他自己讲的嘛 对啊 他自己讲 买来就铺水泥了 那我现在讲说 买来的时候不能够铺水泥 你就不能买卖 因为这个时候叫做农地 农木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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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会刊的时候 就要刨掉 规定就是要刨掉 他居然可以不用刨掉 他不用刨掉啊 这就是特权 早就有特权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在取得土地就有特权 在取得过程当中继续有特权 所以他就以特权习以为常 而且这里面他已经知道 这个土地就是在都市计划类的 农木用地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养地 养地 养地嘛 他知道这个是有都市计划类的 农木用地 将来一定会变更嘛 时间问题而已 对 所以他一开始在登记的 布记的记载上 就有说明了那么多事情了嘛 所以这边好笑 所以养地这个事情 再讲简单一点 他在买这块地的时候 他知道他违法取得 第二个 他应该要恢复 变成农业用地 他没有恢复 他不但不恢复 他还加强版 就变成大卡车 大发式停车场用地 然后第四个很简单 这个地买了就是要养地的 就是要变更成建地使用 而目前新竹市政府 正在规划成建地使用 完全在炒地皮 而且他今天挖出来 不是想说有挖到砖头 有挖到钢鞋 他居然讲那个不是什么的 事业废弃物 好 那这个问题来了 有人 那我们就谈一个问题了 那当时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因为它是个农物用地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很恶劣 把土地上面的好的土地 把它挖掉 挖成一个坑 然后挖成坑在什么 倒垃圾 倒垃圾 倒垃圾它有两种 一般废弃物跟事业废弃物 他现在讲的说 你不可以讲我事业废弃物 你讲我 革命的讲说 你讲我事业废弃物 我告你 可是我现在告诉你 那是不是一般废弃物 当然是啊 你在这边出现砖头出现钢筋 这是不应该出现 表示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更恶劣 他把好的表土拿去卖了 那土很贵的 土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恶劣 那之后就可以到检察官去告 因为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这是完全违反的所谓的 废弃物管理法 而且是重罪 如果他是当时的犯罪行为 是把土地挖了一个洞 然后再去到一般的这种 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突袭 但是到一般废弃物的话 然后再用水泥烤起来 再用水泥把它做 水泥做表面处理的话 那真的非常恶劣 重大恶行 虽然不是柯文哲干的 可是你要 柯文哲本身有义务 有义务要去提起告诉啊 因为你是被害人啊 对 你是身为公仆 你的土地的前一手 有这种恶劣行为的话 柯文哲应不应该去 金属事件署告发 当然应该有 对啊 所以他不应该要讲说 你乱讲我 我要告你了 不是 他应该先去告发前一手 破坏农地使用 这才是柯文哲应该有的态度 他不去告发前一手 他告发先来批评他的人 这个不是很简单 颠倒黑白 颠倒是非的柯文哲 在我们面前洋洋洒洒 大大方方的出现 简直不像话 宇宇 今天这个影片 疯传我都收到 看了又怎么吓一跳 你怎么会有疑上台之后 韩国瑜就在那个地方 你视而不见 直接就跟蒋万安握手 你也太大小眼了吧 对 看到大家想说 吓死了 完蛋 国民党侯涵分裂了 那为什么要营造这个氛围 我跟国瑜讲 他有另外一个镜头啦 还有一个镜头 不是这个样子吗 对对对 刚好有人在台上将一针拍到 结果你现在看这画面 就会发现 原来真相是怎样 侯友宜先上台 朱立伦在旁边 就一个剑步 马上就跟韩国瑜 直接给握好去了嘛 他是一上台 就已经跟韩国瑜握手了 握完之后 我去右边扫一趟 然后再走回来 来回嘛 所以已经握过韩国瑜了 他真实的状况是这样 那这个发生的地点在哪里 其实在凯道 对 那凯道也好 台中也好 这就是这一次国民党 整个在这个黄金周末 造势最主要有两个场合嘛 但他其实背后代表 是什么力量 背后什么 他是光靠韩国瑜 一个人叫来的吗 不是吗 光靠侯瑜叫来的吗 都不是嘛 他代表是所有立委 大家团结聚在一起 秀肌肉嘛 所以关键在立委 当然嘛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这么紧张 为什么企图想要在这种场合里面 见缝插针 因为最主要是说 当他看到这个景象 他想的不是说总统大选如何 而是立委盘有可能会 遍地风火翻起来 立委不一样了 当然我先举一个 最刚刚我们聊到的例子嘛 台中过去大家讲说 台中民进党是什么 6比2 对 国民党2 民进党6 对嘛 那我问数字如果颠倒过来会什么 你说国民党可能这一次是6 民进党只剩下2 对嘛 有这样的可能性嘛 那总统就翻啦 对嘛 当然总统就翻啦 因为你立委投票 在地方的逻辑跟基础上来讲 他会跟总统票绑在一起 对 而且这几个选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 民众党分裂的状况嘛 那我再问一个桃园呢 桃园现在是4比2嘛 对不对 4比2 5比1 那如果数字同样也颠倒过来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你说国民党如果是5 1 或者是国民党6 0 那桃园也翻了 对这才是玩到的一个真正的 麦嘎嘛 因为这个麦嘎在于说 国民党这一次不是母鸡带小鸡 而是在地方上 仔细听朱立伦讲过一句话 国民党有可能过半耶 我们拼过半 朱立伦听这个讲 在听得很好笑 你就觉得真的有可能吗 对 他在提醒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整个国民党的地方选情 都一片看好 而且原本烈士的选区 通通进入到歌喉站 所以很有可能 透过立委席次的翻转 来一举催动总统大选的 获胜可能性嘛 但我们讲白了立委后面 他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双北地区除外 双北地区你走出来之后 大部分都是要仰赖 叫做地方派系 地方组织嘛 可是国民党以前的地方派系 不是自己斗来斗去吗 对 所以这个有趣的来了 我们再举一个台中作为例子好了 台中它分为三个区块 一个中间的那个叫什么 都会地区 都会地区的代表人物是谁 卢秀燕嘛 他就是文教 学生 青年 然后中南阶级 他就不是地方派系稍微可以 没有琢磨那么深的地方 台中市以前的旧台中市 北团那个地方 旧台中市 对 现在都变大台中嘛 那另外有分两边 一边是三线 三线是谁 红派 红派就几个代表人物嘛 什么廖辽宜啦 张青棠啦 对不对 甚至刘松林 这些都是想当当 以前什么沈大代表 国大代表 沈亿会的嘛 对不对 那黑派也是谁 就延青标 延家一统江山嘛 他底下下来一堆议员 但过去发生一个状况 包括为什么过去曾经 包括廖以来曾经当选过县长 为什么林佳龙能够当选过市长 理由很简单啊 闹分裂 红黑分裂 当然闹分裂嘛 是开枪嘛 就出现过 开枪 对嘛 很多状况嘛 那那个时候后来他们 仔细深思过之后才体会出一个道理 分裂是什么 是民进党希望 而且民进党促成的 所以你现在去问红黑派 他从一个人作为一个关键锚点之后 再也没分裂过 这个人就叫卢秀燕 因为卢秀燕他代表一个意志 我拥有的是什么 地方派系没有的选票啊 我有文教票 我有年轻票 我有中间选票啊 我只要结合这些地方派系的组织 跟能量跟动员 我们加起来这叫什么 三根筷子 折不断 无间不吹嘛 所以在体会到这个事实之后 从红黑派 在这近十年来 根本没有壁垒分明 没有开过枪了 他们过去是什么 互相开枪 现在变成 互相开枪 现在变成互相换票 以前换的是子弹 现在换的是选票 是这样吗 对嘛 所以共同合作嘛 你仔细看这两次的 我们就取一个议长选举就好了 议长选举正副议长都是什么 一个红派一个黑派 包括现在张青棠是谁 红派领袖嘛 严利明是谁 黑派代表嘛 那你说他们为什么突然间 想开了这么团结 主要是因为 共同敌人 你记得 中流 要很精准的讲 叫做中流 新潮流 台中新潮流 新潮流 中流 后来他们这些派系 这种搞懂了 派系的敏锐度很高嘛 知道说 从一个人来了之后 我们就一直输 这个人叫谁 立井湘 立井湘 新潮流 中流 大佬 蔡其昌看到他 叫什么大佬 为什么 辈分很高 他是一直以来 中部的操盘手嘛 所以他操盘手 他玩的就是一个法则 就是说过去我就是 透过挑拨离间 致上里面派系分裂 派系不平衡 因为他知道 民进党在这边的病 没那么大 一旦团结之后 稳输 所以保里哥 你仔细看一个数字 你不一定很怪吗 为什么立委席是6比2 但是正副议长 永远都是国民党的 这是他的逻辑所在嘛 但他们现在 有没有体会到这个点 已经体会到了 所以在这一次立委席事 全部的人 等下我会共同串联在一起 我就举个例子 颜宽恩是什么 黑派少主嘛 杨琼英是什么 红派的战将嘛 江启臣是谁 红派战将 结果杨琼英 江启臣 每天陪在颜宽恩身边 走到处去帮他跑 然后帮他站站车 然后帮他开记者会 帮他宣传 帮他骂民进党 所以现在整个国民党的氛围 就叫做搞团结这招 因为团结这才是民进党 最害怕的武器 董事长 以前国民党的派系 斗这么凶 红派一以前是开枪 现在换票 中部地区本来就是 区县市有名的嘛 所有的娱乐 所有的经济利益 全部集中在台中市 那卢学院确实 因为他有个好处 他跟派系没有瓜葛 所以他对每一个派系 他都一视同 展南天员他是共主 我现在跟你讲嘛 这个整个的团结 出现一个很怪异的情况 从来没有那么大的情况 最重要就是那时候的 台中市县长林敏林嘛 林敏林跟我一个好朋友嘛 他们家也来做有线电视 直接就开他 跟他开心 地理被开了 地理被开 地理不是从大腿一腔干过去 干了听说一腔干六个洞 你不晓得 你算一看怎么干六个洞的 这个故事曾经发生过活生生的上演 当然我不要讲谁开谁 就是不太好嘛 对不对 那当时就在地的兄弟要互相开嘛 互相开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他们不能说找地方上开 他们找外面 找外面 找从台中市以外的兄弟 然后到往中部去 就这个时候开枪很普遍 也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说开政治人物比较特殊一点 而且开到他李敏林的弟弟的活 这当 这确实重担嘛 那重担完以后 那案子也有人去关啊 也有交枪 也有交人啊 那这双方 后来就延伸很多年了啦 那台中互相开枪 死了很多人嘛 对不对 跟毒源世界不是也死过吗 对不对 不知道天道的在 在彰化在这些地方 都有通通都死过人嘛 所以那个中部地区 去解决问题的方法 跟北部不一样 北部大概就是大家吃吃饭啦 找些人来瞧一瞧啦 就不太容易冲动到那个程度 中部是先开的再谈 因为刚才在谈就挺辛苦 就会有人要调老命嘛 对不对 然后一下子 所以中部是整个军火库的 其中的大本营